慈禧太后在清朝垂帘听政统治长达47年 而她的姓氏为叶赫纳拉 在清朝灭亡后 后人大多改姓四散 而她的第五代外孙女 留用叶赫纳拉姓氏被曝光 长相也和慈禧太后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曾经被找上要她饰演慈禧 只因为她无心进入演艺圈 因此婉拒邀约 流传至今的慈禧画像和照片 几乎都是晚年的模样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双眼细长深邃 而她的第五代外孙女 身份被启底 叫做叶赫纳拉书宏 出生于1969年 现年已经52岁 她从小学习满文和汉语 还苦练书法 成为中国书画家协会的会员 更经常参加公益活动